我問你為什麼要重出江湖啊 因為前幾天有所謂的黨內的高高層啊 高高層多高 我不曉得你怎麼收多高 在總統府裡頭上班了嗎 不是啦 那個我都不太理他了 比朱立倫高嗎 不會啦 那就朱立倫啊 這個我消息來源做個保密嘛 打個電話說跟我肯托 說比如說什麼時候請問我吃個飯 不要去不要去 一方面跟我表達歉意 二方面說 急於愛黨之心 現在國民黨原來王盧璇被打個半時 問我可不可以幫幫忙 那時候是王盧璇還沒有開季酒會之前 剛開始起來 還沒有開季酒會之前 那我想嘛 好吧 人家竟然已經這樣講了 我也不好意思 那他有沒有打很多通你故意不接他 應該沒有啦 有好幾通沒有接到 但我不曉得是誰哪來的 因為官打他 沒有來電顯示 沒有來電顯示 但是那個號碼不曉得是誰的 那所以我想說竟然黨 他不是說你沒有吸引力嗎 你還幫他打仗 是啊 因為我想他大概是資源回收吧 資源回收 我沒有吸引力的 我們自己要心裡有數 自己要心裡有數 那我是覺得說 很好 因為竟然說王烏賢這東西灰灰癢癢 那同樣的標準應該要檢討其他人 那大家都知道 我記得拿來看 那你幹嘛跟邱毅合體 我還沒有問完 你幹嘛跟邱毅合體 因為邱毅現在要 他不是叫新黨卻嗎 對 可是他國民黨黨籍還在 他是雙重黨籍 他是雙重生政黨 我們有雙重國籍也有雙重黨籍 國民黨是剛性的政黨 怎麼可以容許兩個雙重黨 可是因為特殊狀況底下 因為現在找不到人 不是 雙重黨籍 他要選 記得請大家支持邱毅 憲憲憲 憲憲憲憲 但是現在 留在不分區名單裡頭 那些很有吸引力的 都沒辦法打仗 所以至少把這些 沒吸引力的人請出來 對於他的選情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自己不選 我總該燃燒蠟燭亮別人 對於我們講的點亮台灣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蔡正元 到底燃燒什麼蠟燭 他說你們主席炒地 我們來看姿勢 我們來看 serie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